大家好,我是五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香港就多事了 像今天新聞一樣說 四宗輸入確診,走了入社區 現在病毒很可惡 昨晚封了綿登徑某一棟大廈 狂封 狂封,當然讓你走進來得了 沒錯,現在經常說通關 通來通去都不知道怎麼搞的 大陸給你一個機會 吹到又說少通關,又12月 所以我都說不幸言中 通不通關不是你說的 是看數字的 是啊 勁在他們隔離了 隔離了十幾天都陰性給你出來 回到去再驗讓 可能在二五那裡要處理一下 究竟研究一下是否有什麼問題 但是厲害在你如果有事的 傷風咳,流鼻水一聲,頭痛的 你出不來的,一定要你染 他不是,他沒事的 他是帶菌者,但他沒事 那時候恐怖,恐怖在就是沒事 然後很多人都打了針 說過兩個機師都打了兩針 像Beyond Tech一樣 還說病毒含量是極高 是啊 那你現在真的說什麼給我們聽 說到這裡,防疫那裡 但是香港真的做得很好 香港你看到的確診數 全球最低 肯定是最安全 不過有個消息說出來 現在有比利時那邊研究 戴口罩有吸入致癌物質 那怎麼辦?戴不戴口罩就好 糟了,不戴又死,戴又死 不戴未必會死 其實死亡率低 不戴可能只是感染 我不是說不戴 因為比利時那邊有個研究 OK仔跟大家匯報一下 先來看看 說比利時國家衛生研究院 早前公布這個研究結果 說發現口罩的樣本 含有潛在可能的致癌物質 二氧化太 那樣說 Titanium Dioxide那些 歐盟委員會強調 說到目前無法確實證據 沒有這些確定證據 顯示合成口罩裡面會有致癌風險 什麼啊? 說完說有又說沒有證據? 就是說 如果檢查到有這些致癌物質 恩有無可疑那些 沒有關係那些 我們這些懂得聽的 當然 老實說 戴就防到那隻 你不戴就防不了 但是戴了那種吸入的二氧化太是什麼 先說說 有個化學工程師表示怎樣 二氧化太可以用來做一個美白纖維 像漂白水一樣 和你漂白一些東西 所以平時大家都會常常見到的 例如 尤其是紙巾 切紙 是 A4紙 如果說到這個口罩存在這個二氧化太 估計就是白色那邊 你這隻口罩有時候是藍色 外面白色裡面 即是那層 白色那層是有的 即是對著你自己的呼吸系統那邊 通常都會這樣 當然 你說不是 我整個口罩都是白色的 可能整個口罩都有這隻 這樣的物質 喂 不要理會 可能的 即是他的漂白 所以經常都說 有些東西白了是不好的 即是好像出去吃東西那些 牛柏葉 白了就是不好的 是 對不對 現在搞到這樣 他被你試驗到而已 不要說你香港有 香港沒有人驗過 但是那個量 足不足以令你治癌 每天戴多久 怎樣 香港有沒有人怎樣說 我們可以繼續說到 雖然這個口罩和 正如剛才所說 你放在鼻上 或者口是非常之貼近的 講到就說不用怕 大家不用怕 因為口罩的使用 這個二氧化態就不多 估計口罩的纖維 即是如果 大家節省到 口罩重複戴幾天 它爛了 開始披口 那些纖維開始到處飄 你才有機會 會吸入到 是這樣的 是 正常的那些纖維 即是一個新的口罩 你不會吸收到毛毛 那些人會說 那些口罩做得不好 你會撩鼻 是很癢的 那些就不要用了 即是要戴一些好東西 沒錯 接下來十二月的時候 我們有一隻口罩會出聖誕特別版 是 到時大家 我和阿希哥拍些漂亮的照片 你們就記得選購了 香港 香港Level 3最厲害 厲害 唉我們什麼都混了 人家說是不是很窮 要買口罩 白癡的 通街口罩 不是窮不窮的關係 這是需求的問題 看到有些劣質的 我看到幾十元 很便宜的都有 我要說說你那個什麼 黃維基 是 我們去買東西 去買那些 送的口罩回來 是香港製造的 有一股臭味 他那種牌子 不知道是什麼 不知道是不是他 他在香港製造 藍色 白色那種 不是他 不清楚 不是他品牌 幫他買東西 送了一些 是獨立包裝的 不是一大堆那些 但是那股味 很大股臭的味 我戴的那些 我會拿來養 不是啊 你跟他買東西 是嗎 你可以 意見反映他 是嗎 是 這些很容易 就會注意到 吃鬼了 吃了 真可憐 但是換口罩 可以嗎 換多一點 其實 爛的口罩 或者用過的口罩 就無謂再翻戴 盡量換多一個 或者多放在身上 說到 其實大家都是 口罩用完即棄 市民未必長時間使用 所以相信 勤換罩就可以了 不用太害怕 因為說到 比利時 國家研究衛生院 說到 經過測試 發現 合成材料製造口罩的樣本 就含有剛才我們說的那種 二氧化貸 所以說到 其實現在 要研究 是不是要限制 口罩使用這個 二氧化貸 因為 說到 現在的口罩 普遍都用這個 無論 是重複用 或者 單次使用的 紡織口罩 或者外科口罩 都有這個 現在 是不是有風險 究竟 吸收得多 對大家的 所謂的致癌 有多少百分比 有多高 還要研究 現在他純粹是 說 這件事 其實 是會令到大家致癌 究竟要有多少 不知道 又要長時間試 試過才知道 沒錯 真麻煩 說到 最重要 如果 其實很多專家說到 如果 發現口罩 簽為破損 就是我剛才說的毛毛 又或者 起毛粒 那你就真的要更換 因為 那些 二氧化態 會令到有機會 被你吸進去 因為它掉了 開始那些簽為掉了出來 所以 大家要 小心 不要省 不要省 因為 最主要就是 好 那我們 有什麼話說 還有 又說通關 又說成成 搞到一鍋足 我經常都說 一說搞通關 就總是會熔斷 就是會熔斷的 明明沒有事都變成有事 可能要改那兩個字 不要叫通關 叫做過關 或者叫做通過 總之 不要用通關這兩個字 這兩個字就非常不好 沒有禮 每次都是這樣 林鄭有什麼話說 林鄭呢 就說 現在說 這個熔斷機制 一如確診就叫停 就說 希望 就 就是希望放鬆一點 放寬一點 在香港的角度 內地就希望 解嚴謹一點 是 究竟 林鄭現在說 究竟哪些 個案屬於熔斷 還要聊一下 不是說 你一有確診 就要 即停 性質是怎樣 大家會想著 怎樣 之前說到有些專家 就說到 可能要一個比較小規模的群體 群組 中了招才要禁停 現在是不是群組 機師群組 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說一下 其實 內地跟香港 港府 打算談通關的問題 其中一個最大的問題 除了說一下這個熔斷機制 為甚麼熔斷機制 就是 因為現在香港還有外來人進來 中國沒有嗎 基本上 你有聽過 他輸入機師嗎 不知道 他少 不是沒有 少也有 但是香港的機制 現在感覺上 就是 之前 你落地 有些豁免群組 有豁免群組的問題 這個也是 搞了甚麼領事 大明星 其實大明星 沒有事 有試過領事 這些是壞 所以現在內地是擔心你這件事 就是 有些人 可以豁免的時候 就真的擔心 擔心到爆 現在好像已經無法豁免 他 無法豁免也好 怎樣 現在好像香港這樣 無端端 搞到 有兩位機師回來 檢查完 那就 糟糕 其實機師都是豁免群組 是的 他不用 因為你現在香港 如果你出去 回到香港 就要去酒店隔離 這些是不用的 只是回到自己的家 做隔離某個日數 還要定期去檢疫中心 做一個定期檢測 其實大家都知道 內地對你這種做法 是很擔心的 但是機師如果又隔離 他就飛得很少 對 對 對 不教人 轉動 他不夠 這件事不是機師的 之前為何有這麼多航班停 香港 我記得 我也記得 我有個空姐朋友這樣說 他說 基本上你飛一轉 飛一轉 可能一個星期回來 然後下地 到香港 停一個月 21日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然後你的機器不用動了 整隊人一起困 連來的所有東西全部 飛一轉 就休息一個月 糟糕 人工低過淡姐姐 對 他說公司怎樣計算 怎樣出糧 怎樣養你這班人 對 所以 他們不停的航空業 都跟政府在談這個問題 對他們的成本 是一個非常大的負擔 明白的 但是內地又現在很害怕 你這樣 那我幫你通關 一會兒 那就世界輸入 就變成世界輸入 我又擔心 當然現在這個擔心 就真的出現了 機師大家都知道 有兩個機師 這些叫做初步確診 還要打馬尼 打馬尼 打馬尼 你已經是最穩陣的 打完針 打完兩支 Biontech 最厲害的 病毒 還要說病毒量是極高的 所以 嚇鬼 又會被他們說 究竟要打多少針 可能會說這些 現在林鄭說到 其實在大陸來說 除了確診數字之外 究竟哪些個案 會觸發這個熔斷機制 的定義是非常關鍵 當然 她舉例 本港對上三種源頭不併個案 最終都能夠證實 與外地輸入有關 所以定義很重要 除了這個數字 他們也是在商討 究竟是誰的定義呢 是他們定義的 那個定義是輸入還是本土 也是他們專家研究出來的 跟蹤土 或者追蹤土 原來你出去 回來 我當你是輸入國安 而不是本地感染 等等這些 跟他們和內地談 說到至於內地 近個月疫情的反彈 蔓延到全國 爆得很厲害 我們有說中國新聞 我們知道 沒錯 所以換句話說 會不會影響這個通關進度 我又覺得 現在純粹是想在廣東省搞的時候 廣東省不是很厲害 相比起全國的數字來說 是偏低的 可能有得談的 廣東省 她打算通過廣東省 林鄭說到 熔斷是非常核心的問題 當中牽涉到 出現了多少宗確診個案 究竟哪些才會觸動到這個熔斷機制 她特別提到一個月前 有機場員工的確診 最後找到的源頭 懷疑上了貨機而受感染 不計這些個案 香港基本上已經清零了一段時間 她也知道 全靠香港人 大家齊心協力 這件事 其實我都說了 香港其實 講起清零這個問題 她又繼續延長這個社交距離 又延長一個星期 差不多兩個星期 差不多兩個星期 去到24日 兩個星期 她是不是打算繼續做下去 做到內地和香港 覺得OK了 清好了 所有確保什麼時候 開始實行 這個小通關 所謂的小通關 她才打算放寬這個社交距離 其實她立即有數字 大哥 現在怎麼辦 我都說她老套 黑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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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鋪鋪也是這樣的 對 好 習以為常 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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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哪裏有個洞 無端端有一群人 中了一招 這樣捐出來 總是 對 好像蟑螂 老鼠 不知道哪裏有捐出來的 那些螞蟻 對 不要緊 不要緊 現在 維持一段時間 都可以按得住 比較清零得到 那你中還中 沒有大幅度死亡 沒有 沒有感染 那就可以了 總有一兩個 這個世界 說起台灣之前 都做得很好 開頭 都爆 開頭 一直都爆 都爆爆她 持續這些零星個案 很難的 完全 除非真的封死了 什麼叫封死了 你外地進來的人 可以進來 但是確保全部要21天 21天也是誇張 那你保障 又說14加7等等 人都瘋了 你14天都瘋了 十四天 在酒店裡 差不多跳掣 真是慘 比坐牢更慘 你又不能曬太陽 所以換句話說 現在他繼續保持社交距離的措施 不知道是否打算 搞到小通關 先談好 因為都要收拾幾條數 給人看 但現在的數目不漂亮 兩單 擔憂 可能內地都要夾一夾他 機師那些不行 又有一個問題 其實這是乳雄獎 香港還是自由貿易港 你總有貨運物流 你還要找機組人員 難道駕駛無人機來嗎 那不可能 無人機 升降的時候做不到 降的時候 尤其是 哪有這麼大的無人機 其實所謂的無人機 是有人駕駛 在家裡駕駛 遙控飛機 遙控飛機 然後遙控降落 是不是要發展 這個世界開始要發展這些東西呢 不如你研發那個 之前又吹了水 又說什麼 遲浮 怎樣十分鐘去歐洲 那條鐵路 我以為是徐耳門 徐耳門也可以 哈哈 即是打開 扔完放過來 又關門 你有沒有聽過這件事 遲浮十分鐘去歐洲 在中國 是嗎 沒有啊 幾年前已經說了 但是遲浮這些事情 要很大的能力 又要抽真空 一聲過來 那些人到 但全部變成屍體運送 會的 會的 你提到那個速度 氣壓等等 有很多這些問題 全部變成小朋友 回到 時空轉移 那不如要找什麼 要找什麼 要找什麼 孫悟空的 瞬間移動 不是啊 我都說了 那些說得很厲害 那些很快的 那些火車 沒有啊 你裏面 如果有一件事 要戒的 披口的 整架車湯開 是啊 你等同飛機 對 你小小的裂縫 隨時整架機就解體 對 一著火火火它就爆炸 你當你一顆膠囊 扔出去 幸好就沒事 好像一顆子彈一樣 幸好 幸好就沒事就到了 幸好就乘車都搞定了 所以撕殺列車了 那些又變成了 所以林鄭又說回 如果情況有變 即是她說到 香港情況有變 如果 那當然會影響討論進行 那現在是不是有變呢 她說目前香港清零的狀況 得來不易 她一定要堅持這個狀況 其實現在大家都在堅持著 堅持了很久 但是你怎樣去保持呢 保持這個狀況 好看政府大家的 你們去做一個政策 決定一個政策 都隨時影響到 香港可不可以繼續清零這個狀況 她呼籲了 全社會合力為通關創造條件 現在沒有人不幫忙 個個都合作 非常之合作 沒錯 昨天在巴士吃東西的阿伯衰格 總有這些人 當然 總有這些人 說到開放這個通關 提前一定要有接種率 我又說這件事 舉例新加坡 頭兩針的接種率 已經達到85% 這件事我就可以說了 但新加坡爆到混蛋了 一會兒在國際新聞 我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新加坡做什麼 是嗎 接種第三針 到第一成 反觀香港 接到昨天為止 仍然未達七成 他說要提高本地接種率 提高了 人家打了一針 機師 還要出現 反而我覺得要研究一下 是否接種率越高 就越低 風險 這件事 大家都計算 計算 現在就說 為了這個高位群組 準備打第三針 他說自己是有關的群組 所以 也是打一批接種疫苗的人 已經打了半年 所以 將會打第三針 希望 他呼籲 大家 合資格的人 麻煩你 幫幫忙一起打 現在講到 通關方面 雙方都有點認同 鎮展良好說得出 當然 難道有阻礙嗎 輸入社區 可能這些拆得到 怎麼拆 可能就是看看怎樣 炮訣他們 又炮訣 沒有這些人 沒有 這些事 其實他們現在都做得很快 你現在已經 你一檢查到 那個機師在哪裡住 整棟立即封 不過我覺得 看回數字 好像很搞笑 那棟 不知道有二三百人住 是啊 有11戶說不應門 是啊 那些怎麼辦 不應門就罰錢 逐到出來 當然他可能不在家 怎麼鬼 不在家 不清楚 如果他不在家 他也要找人跟一跟 這幾個 如果他 你放心 我不跟 他們都跟 那條屎渠都跟他掩掩 你怕什麼 對 看看有沒有什麼事 對 對 所以 口罩 大家就要繼續戴 不要因為這些消息 哇 痴癌 很害怕 我是不是不應該戴口罩 不用怕 記得 換多些口罩 記住戴 換 不要戴到屁口 他戴到懶 你寧願 脫毛才會有 是的 寧願你多戴一個在身上 戴多一兩個口罩在身上 近一點換 還有買一些貴的 不要買一些便宜的 用香港三級的那些 就最穩陣了 遲些記得幫襯我 沒錯 聖誕聯歡會 那些 會有得交換禮物 現在 以前我們剛有口罩的時候 有口罩 富二代 兩盒 嫁給你 這麼專門 我那時候 兩盒粉絲 那時候 我拿一盒口罩 剛剛初期的時候 我家人沒有不夠口罩 我拿兩盒 拿個袋 包得緊緊 看到你好像見到皇親國戚 在地鐵站 交給我妹妹 不如你買給我 不,交給我妹妹 然後我找些東西 遮蓋著 把麵包放進去 怕被人搶 當然 我少想知道是金磚 你想想 那時候是這樣的 大家 真是糟糕了 挺有趣的 讓你享受一下 拿著兩條金磚 多簡單 所以現在大家 既然口罩 或者供應 又為大家 戴上一些漂亮的口罩 的時候 再換 買多一盒 沒所謂 再換 既然說到 有這些危險的時候 就無謂 戴上的口罩 還要脫掉 還要戴 這些不要省 這些前張力不要省 我見過 最噁心的 口罩應該是露宿者 他是在維園出入的 長頭髮 很瘦 應該是吸毒 很瘦 是露宿者 他的口罩 他已經不穿衣服 因為夏天很熱 他的口罩 蠢蠢蠢 有很多黑色污漬 我身上很遠望 他的口罩應該是摺回來 這些事情搞不好 其實都可以做一些地區工作 要啊 但很少聽到露宿者確診 有一宗 我曾經聽到這麼久以來 但很少說有這些事情 其實是因為很遠離人群 又這麼說 露宿者分分鐘都沒有打針 沒有的 其實他的抗體重量很厲害 是 你這麼說 這句說話說真的 有時候我之前在深水埗 有些人說 你經常說 你看露宿者 每個人躺在街上撿垃圾 你看見多少人死 長命百歲 你看那個阿伯 百多歲都還在爛 所以 有時候 人的抗體 都是練回來的 其實人 動物也好 這是真的 很多時候 對這個世界的環境 為何說會適應得到 當然 突然其來 極端的天氣 就未必可以適應到 但是你一個長時間慢慢 人會自自然 像水溫一樣 自己會調節 不會說 因為有這個細菌 可能開頭突如其來 可能會有人死亡 但是長時間下去的時候 就好些了 人們適應了 有抗體 等同你說 可能露宿者 那個抗體 一定比你高 比大家人高 要喝什麼 撿到煙頭吃 你完全 對不對 是啊 吃一些萬國煙 萬國煙那些 又或者 我們不是去嘲笑 那些 不是嘲笑 我的意思就是 其實人是這樣的 動物也是這樣的 嗯 Dr.Kong也說 沒有的 即是說圓水那些 你看動物貓狗 通家撿東西吃 牠沒有東西 人始終 剛才說到的 致癌物那些 人本身是有一個 抗體 有一個免疫力 免疫力 對不對 沒有說完全無菌 我們本身 自己裡面有很多細菌 是 其實我覺得 需要找世衛 或者科學家研究一下 其實這件事 講到這麼嚴重 像伊波拉病毒一樣 但是你看看死亡率 和感染率 究竟現在檢驗了 因為說真的 那些機師 可以回到社區 或者那些人 隔離了14天 再出來 再驗完 病毒量高 但是那些人好像沒有病徵 嗯 那究竟這件事 是不是 等於人本身 沒有所謂 還是怎樣 這個要找科學家去講一講 如果不是 成世 沒完沒了 沒完沒了 好像 現在天氣開始轉涼的時候 流感高峰期 每年都有 對 這件事 大家都習以為常 會有一個警惕 這段時間 可能大家注重自己身體健康 抵抗力要提高 因為這些流感 高峰期的時候 能夠拿你的命 死亡率特別高 所以大家要小心 可能從這個角度出發去想 反而不是說 喂 一宗糟糕了 殺有戒事 糟糕了 糟糕了 它會引起 是 感冒也會 以前你看到中國 那時候武漢有些片出來 那些醫生臉都黑了 又吐血 又說到又怎樣 現在都看不到一宗 究竟是傳媒不報 還是真的沒有這些事 是不是弱了 其實很多時候 我都說 等同初段 對 流感每年都有 等同這些 大家都說 因為感染流感 而離世 這些一定有 確實有 大家一開始對這件事很注重 那些數字爆出來好像很嚴重 當然是的 但是到了現在 過了一段時間 大家都覺得 唉 都是這樣的 只是中了 只中了 對嗎 只中了沒有死 對 又沒有說廢穿洞 但這個不清楚 留一些科學家說 科學家醫學學家說 很嚴重 打針死了不關事 他們有專業的說法 我們這些 阿叔吹阿水 信醫生 我們這些 是有空陪大家聊天 沒錯 今天時間來到這裡 下一節跟大家說說娛樂新聞 拜拜